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說一下 彭帥事件的風波 中國以為完了 透過國際奧委會 主席和彭帥視像對話以為解決問題 然後繼續燒下去 咬不放的是WTA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會長Steve Simon 透過網頁正式宣布 暫停在中國包括香港 在內舉辦國際女子網球賽事 即時生效 Steve Simon對彭帥的安全和自由感到非常憂慮 憑良心說 當彭帥 不准自由表達和溝通的時候 是不是要被迫推翻自卑 侵犯的指控的時候 我怎能夠要求我們運動員在那裡比賽呢 大家記得這件事 就是由彭帥在微博那裏寫了一篇長文 指控 中共的前 高層 做過政治局常委 做過副總理的張高麗 性侵 這個過程是很具世無謂的 時地人全部都有 這一篇貼文就在半個小時內全部消失 在中國封存 消失又再封存 消失又再封存 成為了國際的大新聞 中國就拼命地把這件事去洗白 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包括用彭帥的名義寫信給WTA的 這個會長 Steve Simon 然後又再 發了不同的相片包括在不同的場合出現 而且利用了國際奧委會 的主席和中國的良好關係 用一個視像的對話 狀況良好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仍然是有多疑點 究竟彭帥能不能夠好自由地和外界通訊呢 WTA 這個會長 試圖做這件事 得不到一個很 清晰的回應 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讓彭帥出來開記者會 任由記者去問清楚發生什麼事 結果 似乎中國做了那麼多功夫 最後都是令到 WTA都是不滿意 現在要暫停在 中國包括香港所有的賽事 這位會長這麼說的 他說彭帥的指控必須認真處理 但是中國當局 至今沒有採取令人信服的方式去回應事件 即是什麼呢 即使大家知道彭帥目前身在何處 但是他對彭帥的 自由和安全 以至言行是否受到審查感到高度疑慮 他再次呼籲中國對彭帥的性侵指控 在完全沒有審查的情況下進行 全面和透明的調查 我覺得最好最好就是 調查不調查 當然這是關鍵 最好就是 找他出來 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 給他給記者任文 我覺得所謂的自由環境甚至都不應該在中國的國境裏面 應該是讓他出去外面 Steve Simon說 目前的情況絕對不能夠接受 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壓制女性的聲音 可以將性侵指控掩飾 這是對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創立的基礎 女性平等的一次重大挫折 我不能讓這些事情發生在WTA和其他球員身上 這不是Steve Simon個人 中國可能會說的反華分子 反共分子 這不是他個人的主張 不是個人的決定 他整個董事會都支持 暫停在中國包括香港所有賽事 他說如果 目前 這個性侵指控不能夠 水落石出不能夠讓彭帥自由表達和溝通的話 他怎麼能夠讓他們的運動員在那裡比賽呢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非常擔心如果我們在2022年在中國舉辦賽事的話 所有的球員和工作人員都可能面臨風險 這個一點都不誇張 這個是WTA的主席 非常之盡他應有的責任去保護 他們的球員和 工作人員 你說不是啊中國那麼多色狼嗎 其實 一單已經夠了 一單你 按住 發生一單 不讓他出來說 有關於整個過程怎樣的指控是怎樣 如果這個牽涉到 這個中共的高層 你就是得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有權有錢有勢的人 可不可以 做完一次又一次 包括 那些對象都是進去大陸打網球的 球員和 工作人員 這個憂慮 不是說你會不會 過分了會不會誇張了我覺得這個憂慮是完全不過分的 這個憂慮完全不誇張的這個憂慮是很適當的因為這個 這個國家 對於有權有勢的人去性侵的一些弱者 你是完全不聞不聞 還試圖用很多方法去掩飾 他一反三 發生在彭帥身上的事情 會不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這個 不在話下 WTA就這樣說 他說 得到國際大力支持 他對這件事感到欣慰 為進一步保護彭帥以至所有女性讓人自由發聲是重要和迫切 WTA盡一切可能保護他的球員 同時希望世界各地的領導人能夠繼續發聲 無論經濟後果如何 都要為彭帥和所有女性伸張正義 大家知道在這個國家作賽 打網球是一個很重要的 不只是比賽 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意 賺很多錢 贊助商是會 贊助不同的賽事 主席Steve Simon也說過 他說 這個人權 有關於保護女性 這個權利比做生意更加重要 自由發聲比做生意更加重要 這個就是 狠狠地 在中國 在中國經常都說 你賺中國的錢 在中國賺錢或者賺中國的錢 你不可以 窄中國的窩 你不可以一邊賺錢打爛那個飯碗 你賺錢就要跪在那裡賺 你不可以站在那裡賺 你不可以挺直腰板去賺 你不可以為一些不公義的事情發聲 不然我就趕你走 我現在不來 我覺得賺錢不是最重要 公義才是重要 事件發生到 地步令人遺憾 WTA 多年和中國內地和香港網球界 人事合作無間 這些人值得為過去的工作成績感到自豪 但是 除非中國採取適當行動回應彭瑞事件 WTA 將不再在中國舉辦活動 以保護球員和員工 今次的事件 中國領導人令得WTA別無選擇 但他仍然抱有希望 促請中國當局採取行動解決問題 你看整件事似乎 由彭瑞開始 中國一貫地 做法就是 將他下架 收彭瑞 用一些相當鬼祟的方法 包括發電油 發想 希望可以平息這件事 似乎都不行 引起國際上很大的反響 那又怎樣 於是 利用親華得很重要的國際奧委會 和彭瑞說了 一段很長時間的視像對話 我沒事 我很平安 我想休息一下 OK 是否等於平息了問題 沒有 不單是WTA 你可以說 WTA 即是國際 女子網球協會 包括這個主席 又反華又反共 不是 你看到這件事其實在國際上發酵 有相當多的 明星級的網球員 亦都包括其他國際上很知名的 球員 或者運動員 都為彭瑞發聲 現在整個壓力是來自哪裏呢 除了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之外 其他呢 其他的運動員也都去問 在這個網球 界裏面不是只有 女子網球協會 還有其他 你們會不會 會不會 在這個問題上 都會發聲 都會提出 提出不同的意見 有些就問 為什麼 ICO 即是講這個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ity 為什麼 你們在這個問題上 一顆聲都沒有 彭瑞不是運動員來的嗎 就是有些問這個問題 亦都 亦都有這個世界的頂級的運動員 包括這個祖高維 用這個 以國際專業網球協會 的創辦人的身份 去問 另一個會 不是WTA 這個ATP 就是 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 就是 職業網球聯合會 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怎樣 為什麼你們又不發聲 只是WTA說話 為什麼你們跟WTA的態度那麼不同 就是說 引起了國際的網球壇 體育界的極度關注 中國現在 試圖用這些方法去spin spin spin 沒事沒事沒事 但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大家要去問 為什麼不是讓彭帥 很自由地 發聲 去無區無速地 沒有任何顧慮地去說 關於他的情況 即使 國際委會 IOC 的主席跟他的視像對話都完全沒有問到有關於他對於張高麗的指控的任何一個字 令人謀異 令人謀異 你以為這樣弄了就可以過去 中國自己 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恃住自己 一個 人口眾多的大國 你是靠我賺食的 你進來賺食就不怪你跪下 你不可以 站在這裡不可以執問我那麼多東西 你進來也要遵守我的遊戲規則 即使我發生任何的事都好 你也不要問 總之你閉上眼 在眼簾那裡寫著S兩棟 就解決了問題 他認為是這樣的 因為全世界都靠你中國市場賺食 他大國 但這次踢了鐵板 碰了釘 以為這件事 用這個方法可以擺平 對不起 世界上有些原則的東西 不是用錢可以擺平 不是因為賺錢可以埋沒良心 這個國際網球 女資網球協會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告訴你 這個性侵的指控 如果一天沒水落石出 對不起我就不來 作賽了 不來作賽 可能 這班球員會有損失 在經濟上 是的 中國可能的損失也不是很大 國際現象 受到極大的損害 這個是 可能一直這樣燒下去 會不會燒到這個東奧 暫時還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未能夠 確定 有沒有機會這麼快 所謂指刀血 因為現在繼續血流 在中國 過往用戰狼外交的方式 去處理 或者遇到醜聞 方法去處理 大家會怕了中國 因為中國的市場實在太大 可以賺錢更多 於是大家就會引起吞聲 無論你怎樣不公義也好 你也不需要 做任何的 澄清 表態 說國水落石出 還這個受害人的公道 不需要 你吵我就拘捕你 你繼續吵我就說你反華 說你反共 這樣就可以了 用戰狼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這次 原來不行 最後 不了了之 沒有人知道 但至少這次事件裏 WTA 為世人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示範 在原則面前 不應該那麼容易妥協 賺錢最有其次 賺錢可以站在這裡賺 不一定要跪在這裡賺 暫時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y唆 支持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這個L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購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L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還有用優惠碼 SAM 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OK FM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